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我是孫雲喜 今天點題是三大考驗 講講講講故情況,今天講故當然是英俊,美股大聲 昨晚講故,高開反覆向好,早市早段曾經回軟過,中午收市時曾經收窄過跌幅 但到下午回來,升幅又再擴大,最後全日升863點,收23527點,成交1512億 今天的市場做好,主要重磅股普遍有強勁的回升 其中友邦和騰訊是升市的重要功臣,貢獻的升稅點數是最多的 其中友邦升6.6%,厲害,從上68元 騰訊也強勁,有4%的進漲,去到380元,成為市,向上有重要動力 加上匯豐也有升幅,跟美國業務有關係的管份 也升得更加強勁,成為市,今天推高上重要動力 今天市升863點,從上23000點,走勢非常強勁 但股民都會問你問題,究竟今次是否跌完呢,是否見底味呢 會繼續上升呢,走勢呢 回到點提過幾個節,三大考驗 能不能再升呢,就是通過三個考驗去看看 第一個考驗是甚麼呢,就是大家對舊市的措施 那個刺激作用覺得是完美呢,因為這陣子市 由低位回升,主要是兩方面的舊市 措施令大家有憧憬,因而賣貨 其中一個就是憧憬內地繼續放水 今天譬如在存,人行在未來幾天就會下調基準存款利率 人行放水,而另一個大家憧憬了很久的措施 就是美國方面,美國國會和美國政府 能否達成一刺激經濟方案,或者叫救治方案 之前幾天就反復復,是得,是得,是不得 搞得一件事大升大跌,看回道指 又大升又大跌,結果呢 今天消息傳來終於達成協議,國會和白宮達成協議 這個方案涉及兩萬億,換而知 大家憧憬一輪的美國救治方案終於成為事實 會不會呢,就像詳實說的,謠言買入 消息證實時沽出,今次會不會這樣呢 這是其中一個重大考驗,會不會有投資者趁好消息出貨呢 不過呢,到這一刻呢,就暫時未見的,起碼 道指期貨仍然在升,夜期呢 都是上升,港會夜期,所以暫時未見 但今晚呢,就 開市,美國開市之後,會不會出現 趁好消息出貨呢 這是其中一個重大考驗,大家要留意著 第二個重大考驗呢,就是 這陣子經常說的,對疫情的控制,市場有沒有信心呢 雖然現在眨眼看,就不覺得疫情非常受控 但是呢,有些人就已經很有信心了 包括什麼呢,其中一個就是摩通的策略員 高拉落域,他就說,哇,恩爵 美國停工和封鎖的措施,就已經開始奏效了 估計呢,疫情很快見頂 以及美股很快就彈四成 以至呢,他估計明年春,明年初 美股會重上高位的水平,非常樂觀 對疫情的看法呢,就覺得非常好,非常正 已經控制住了,美股更加有彈性 當然啦,你說的樂觀,當然是走不掉特朗普 美國總統特朗普呢,都是對疫情很樂觀的 他就說,覺得4月12日就可以復工,自己復活節 經濟開始回復正常了,這些人開始上班了 還說呢,不復工的影響比疫情更大 總之呢,就說到疫情呢,都重提流感、車禍 每年都死那麼多人,疫情這次應該不太大件事 之外,又再次對疫情輕描淡寫 就說到呢,三個禮拜左右就根據他的說法 可以復工了,三個禮拜左右就解決了 這對疫情就非常,就說得比較正念 但是市場會不會這樣看呢,今晚就會有個考驗 因為呢,美國方面的數字呢,就會很影響大家的看法 因為呢,美國呢,周初,周一的時候呢 但是呢,單日的新增確診數字呢,人數呢,仍然是破萬的 到昨天的最新數字呢,去到6500左右 那6500,1萬,就明顯回落了 那今晚的最新的數字會怎樣呢 會不會進一步下跌,以至跌了很多呢 甚至乎是否反過來,急升上去,衝上去 比6500多,甚至乎是挑戰1萬這個水平呢 那就很關鍵了,如果數字持續向下呢 因為美國人很喜歡看數據的嘛 哇,他就說連續兩日下跌,形成趨勢 可能對市場的感覺就會樂觀一些 所以大家留意注意,就是疫情的控制 疫情控制,大家看法是怎樣呢 那今晚的新確診人數呢,就會其中一個關鍵了 那第三個考驗呢,就是回到美股的情況 美股呢,昨天大升,這個導致 大升2112點,說的是11%的進漲 那今晚會不會再升呢,就極之關鍵 原因是,自從2月12日以來,美股未試過連續兩日上升 而今晚繼續上升之後,就扭轉2月12日以來的弱勢 那對好友來說呢,是有強心針 那對港股明天來說,都可能是強心針 那而且呢,第二個要關注就是呢 過去這段時間呢,有幾次美股是升超5%以上的了 有幾天,但是呢,每天呢,就扭轉了 那跌幅呢,就跟升幅相弱的 那換言之呢,就升多少就跌多少 那今晚會是這樣的狀況呢 那就成為呢,是一個重要的考驗了 所以大家留意著,這三個關鍵能否通過到呢 那就留意著,自己港股自己本身 都要看回情況吧 港股今天走勢是強的,已經升穿了十天線了 那下一個重要的阻力在哪呢,大家留意著 那能否通過到呢,就是顯示一個升浪或者反彈浪 能否延續的重要的指標 這個阻力在哪呢,就是第一,就是這條橙橙色的線 這條呢,就是二十天線了 二十天線呢,現在大概就去到 兩萬四千五百點左右 這兩萬四千五,記住 第二個呢,重要的位呢,就是這個阻力位 就是下跌裂口的阻力 下跌裂口阻力是什麼位呢 就是3月12日做出的 當時呢,是兩萬四千六百五十七 至兩萬五千四百九十七 就是非常大的下跌裂口 那整個裂口不要理會了 起碼看著裂口,就是下跌裂口的底部 就是兩萬四千六百點左右 換言之呢,十天線和下跌裂口的阻力 都大概在兩萬四千五百至兩萬四千六百之間 所以大家留意著 兩萬四千五百至兩萬四千六百的恆生指數 增持的情況呢,就可以判斷到 恆生指數能否繼續反彈 好了,講到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